在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中 讀書一個的《邊緣禁地2》 在推出了匡槍手 魔女還有刺客 等等充滿個人特色的職業之後 現在又追加了一個超有Style的職業 就是瘋子喔 到底瘋子會有什麼獨特的技能呢 別急趕快跟我們去一探究竟吧 《邊緣禁地2》 是款結合角色扮演 與射擊奪寶要素於一身的遊戲 玩家不但可以透過網路與好友同樂 使用各種不同職業體驗故事情節 遊戲最大的特點就在於 不同角色擁有不同的職業技能 可供戰況不同使用 除了原有的狂槍手 魔女 刺客等五個職業推出後 近期又推出了第六位新職業瘋子 Craig Craig是一位擅長近戰與投擲武器的盜匪 他的三種技能術分別為嗜血 狂熱及生於地獄 有許多技能讓Craig在受傷時可造成更大的傷害 Craig屬於高風險高報酬的角色 當他衝至前線迎敵時最能發揮其實力 儘管沒血倒地時也可以投擲燃燒炸藥攻擊敵人 然後在成功自我引爆後立刻復活 繼續投入戰場廝殺喔